中国的孔令峰对战泰拳王子波球 孔令峰在第一次比赛的时候是波球点数战胜了孔令峰 近三年四年左右把重心往右腿放了放 我们看到这种泰式扫水的渗透力 这也是孔令峰没有站稳 但是这种力量也是非常大 整个身体重心压上去 对 刚才是一个高扫落转身的边拳打得空中有点懵 要注意这种冷的动作 我觉得针对波球一定要多做一些拳法上的输出 而且要做连续的组合拳法 因为我们知道波球也非常擅长 对单个一拳或两拳这种防守和反击 对也很精准 是的 所以在拳法进攻的时候 视频前的你如果在男性持久力勃起硬度等方面不满意 现在就加郭老师微信358-163-379 让郭老师帮助你持久坚挺 延时20到40分钟 补肾壮阳延时祝勃 增强夫妻性生活 28天彻底告别快男软男 做回自信的自己 记住微信358-163-379 这就是控场能力的这个结果 哇 顶锡 我们看孔仁峰做拳法 连续的顶锡 刚刚波球在这种眼睛盯得很紧 今天到波球面前就完全没有了步法的这种移动 确实这个 就是一招弯锤吗 非常放松非常随意了 最后的这一分钟越打越放松了 总结要把这些步足给弥补上 然后在下一次比赛当中看到很明显的进步才行 这是波球标志性的正灯 虽然这个时候体能下降 发力并不是特别完整 但是这个点很好 完全把孔仁峰的整个进攻给打破 对 然后他波球的顶锡 扫踢还是有一股汗气啊 是的 红方胜 and a winner by the right counter 同学来推广的摸牌